明星的行为到底有多恶劣 江潮在节目里好心帮助张大大 却遭到张大大怒骂 因为伴娘瞬间 柳妍在参加跑男时被所有人孤立 一个人走在后面 而节目的最后给出的线索明显指向阿拉时 邓超依然说柳妍是卧底 这样对待嘉宾真的好吗 我对柳妍啊 真的 我比较了解 我从早上就怀疑是她 一个不找镜子的人 怎么可能是继承者或者是平民 我严重怀疑 不是严重怀疑 就是外国 节目中 袁珊珊和其他人一起观赏一件修复好的文物 老师嘱咐要轻拿轻放 而袁珊珊不仅没听 才这样说道 我觉得凭老师的记忆很有可能 这个物件啊 最难的就是从中间有可能会断掉 啊这儿这儿这儿有断的 痕迹 修我修我修我 这儿修我 你别掐她的 我又掐断了 没事她可以再修复 再修复 河南栋在蒙古屋里 要蓬蓬和子峰妹妹拍吻戏 黄磊听了直接说道 哎让蓬蓬 蓬蓬不是想看吻戏吗 这是我妹妹啊 对 这有啥演员啥不演 那让蓬蓬给你呗 那让蓬蓬给你呗 那对对对对 你不是很喜欢蓬蓬 别别别别 不好说